今天我找了一段很難講的經文 就是詩篇1802篇 聖經那裏就叫困苦人的討告 我們首先熱身先 大家明白這段經文的內容 一到七節 一二三 困苦人發奮的時候 在面前吐露苦情的討告 要求你聽我的討告 用我的呼求踏到你面前 我在吉人吉實事 求你向我質疑 不要向我掩眠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快應允我 因為我的年日 我的骨頭如火燒著 我的心被傷遇到呼召 甚至我忘記犯 因我 我如同曠野的 我驚無不遂 不長的上 孤單的麻將 好 暫時這樣 你記得我幾時上次來的嗎 幾時 是的 我是1月2日 你知道那些放假日子 每個人都要走 我看了節目 所以那一次 我都看到 我曾經講過摩西的祈禱 記不記得 我很喜歡祈禱的 不是 我不是很喜歡祈禱的 我老婆很是用事來的 我都是追上去的 想多些明白祈禱 那 詩篇裏面 有幾篇很寶貴的祈禱 好詩人說的 就是 除了大衛的詩篇 就是有摩西的祈禱 還有我立著詩篇的時候 想說什麼的時候 我就找到一個黃金一個詩篇 就叫困苦人的討告 你知道我也很困苦的 先講個情況給你聽 就是去年我在普通話 我現在多數帶普通話崇拜 那裡我就講了我最喜愛的八篇 詩篇 我找了詩篇 看看我最喜愛哪篇詩篇的時候 我就看到摩西的祈禱 還有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我首先不應該講的 因為可能大家知道 我太太過世了 兩個月前過世 所以那時候就編排了我 7月就是今天來講的 那時候就很早之前教會要經文 我很早就給了這段經文 那時候就不知道太太過世了 今天呢 我不應該講這篇經文了 因為很敏感 今天呢 又是我和太太的結婚紀念 所以兩個我說double whammy 一個是結婚 紀念 一個是要講這個 不單是講道 要講困夫人的討告 你們困不困夫 聽到我都很慘 好 我們首先講困夫人的討告 你看第一節的時候 我們powerpoint上了沒有 困夫人的討告 就開始困夫人發婚的時候 在面前吐露苦情的討告 我讀一讀英文給你聽 最傳統的英文 King James 是這樣說的 A prayer of the afflicted 即是困夫人 When he is overwhelmed 即是受不住 And he poured out his complaint before the Lord 他吐露他的不滿在神面前 所以你看背景 是這樣的 第五、第六世紀 詩篇102篇的時候 編為五篇 聖經裡的懺悔詩篇 所以這也是很特別的一個詩篇 為甚麼呢 他開始的時候 不是說大衛摩西那些 困夫人 即是任何人經過困難的時候 這段經文又很特別的 就是聖經裡只有五篇 一開始就說是祈禱的了 大衛有三篇 摩西有一篇 和困夫人有一篇 所以我們都很特別的 很吸引給經文 我們知道當然 我們剛強的時候 沒甚麼想到自己會軟弱 但可能在當中 我們今天都可能有很多情況 或者公司 或者家庭 或者自己一些事情 沒有治療到 所以可能我們有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軟弱 憂愁 或者疲倦 被人傷害到 或者被人誤會 或者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當你有這樣的感覺的時候 你如何處理它呢 甚麼令你那麼傷心呢 如何處理我們痛苦 我們苦難 我們哀傷 我們失去 我們悲傷 這些事情都是現在我在面對的 所以我本來 都不是這麼想說 所以臨時都想更換 但我想一下 沒有了 因為我這兩個月 我學到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隱蔽 甚麼都不說 就是中國人的傳統 傳統的方法 第二 就是甚麼都說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寫了十個星期的 《呼情》 《 journal》 所以我第十個星期 所以我說 我都沒有避開這個經文 或者我有東西學 或者大家有東西學 我兩個月都處理這件事 但是這個經文 就是事常跟他說 我們有苦情困苦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帶給神 第二 我們都不怕 跟我們分享 如果大偉不分享 我們有沒有詩篇 沒有 所以這個詩篇寫起來 我們讓大家在那裏療傷也好 讓大家分享給其他人也好 拿來讚美神也好 最後呢 就是我們不要 失去我們的情緒 反而 扣慎幫助我們 能夠解決到 跟人們分享 第一點 我想跟院友經文分享 就是我們不怕 盛認我們儲倦怨藥 扣慎 對我們又忍來 剛才到了第七節 是不是 我們去到十一節 好嗎 現在第八到第十一節 一二起 你把握拾起來 又把握 我的現日如日 我亦如草 枯乾 好 首先我們有困苦 好像困苦人 首先我們要學習 所以這本書 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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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開始說是祈禱 英文是更厲害 因為開始是Prayer 我們中文是最後才用討告 困苦人的討告 A prayer of the afflicted 首先是一個祈禱 這本書 但很多人忽略 開始說是祈禱 和其他詩篇多數講讚美 這個是講祈禱 因為祈禱的字 其實 還有這個詩篇特別 很多是詩篇 但是這個特別的 這個有一個曲 一個poem 不單止這樣 它是一個praise 有一個讚美 所以原來 在虎難裡面可以學習 三樣東西都可以做 很特別 這個祈禱的字 在聖經裡面 在詩篇裡面出現三十二次 是比任何書卷更多 所以這個詩篇很特別 那誰是困苦人呢 在聖經裡面 困苦人呢 包括貧窮人 或者那些 薩加利亞那些 Lowly 翻譯中文就是 謙謙和和 我不知道為什麼 選到謙謙和和 就是被人卑微了 或者被人降低了 這些就是困苦人 現在你看到 這個就是 開始那裏 講不同的翻譯了 那就是 第一個字是什麼 看不到 困苦人 困苦人 裡面就是包括這些 第二個字是什麼 發昏 發昏的時候 就說 去翻譯 在其他經文裡面 就是 藥啊 或者被隱藏了 遮住了 即使沒有太陽 或者怎樣 就是一個人到這個情況 但是 我通常很喜歡 動詞 動詞是結構成本聖經的 那他想講呢 他就是 去吐露 即是 他的翻譯是什麼呢 流出 去倒出 放出 是吧 談 談散 為什麼這個字這麼特別呢 他不是單單說的 你要做什麼 你要pull out 什麼叫pull out 好像 好像血 聖經有 血 水 泥 都要pull out pull out是什麼意思 要放多少 放多少 放全部 所以要想 就是 去到神面前 祈禱的時候 我們這些學習 都放出去 不單止放出去 要交託給神 所以 這是很特別的 當他怎樣 他有苦情 因為苦情 翻譯 還有掃冤 還有怨言 所以他的範圍都很大 就是 當你有這些時候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有一個神 可以依靠 我最喜歡的套路 就是 我們不開心的事情 要分享出去 不要藏在心裏面 我要交託給神 不要積存在對面 散開去 不要塞住我們的生活 要解決去 不要沉默無聲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傳統的了 有什麼都解決不了 就自己吞下去就算了 但是當然 去第一節第二節 就跟我們講一個方法 就是首先 就是傾向神 是不是 主 理 和理的 出現在第二節那裡 他講了這個 就是說 我們首先向神 用三個動詞 這三個動詞 我們在聖經裡面 叫做明靈語氣 我們看看有沒有三個 這三個就是 第一就是聽 是不是 第二是什麼 第三呢 燕眠 這個有什麼不同呢 質 聽呢 就是一個 要叫神行動 是不是 態度 你叫神 留意你 質呢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親近的 平時是這樣 質意傾向 更接近一點的 但是三個英文呢 就是叫神留意你 第一呢 就是講他的呼求 第二呢 就是想和神接觸 第三呢 就是想和神溝通 第一個呢 就是講他環難 環難當中呢 就是想更加得到神的溫情 是不是 那麼 最後那裡呢 快快嘛 是不是 他就是想講 時間的問題 所以這個經文呢 就很特別 你不要聽明靈語氣 有時候呢 就是說 命靈語氣 有時候呢 就是很強調 很強調 很迫切 很想人家留意 我們講的 命靈呢 在聖經裡面呢 就很有趣的 很堅決 要做到這件事的 未必是全部完全 但他自己的心 很堅決 要向神 來吐出他的苦情 那 那 就 正如我講了 就是說 這三個呢 都有他特別的 那 就 那 我講最後那個呢 去到最後一個 命靈呢 就是英運了 英運呢 你不要看得那麼 那麼嚴重 就是說 神啊 你一定要給我結果 你解釋給我原因 你解決我的問題 不是 英運呢 的意思就是 向神 福我啦 回應我啦 紀念我啦 還有那個 快快呢 你不要看得到 快快呢 有時候我記得立刻 不是立刻的 是小刻 可能是這樣想的 不是即是 即是 即是的意思 所以 這個 詩人呢 就有苦難的時候呢 他首先呢 就向神求 向神 這段經文呢 很複雜 轉去下一個 PowerPoint 他為什麼複雜呢 就是 他用了四個 恩惠 聖經 你不知道看不看到 應該是 第十二 第九節 和四節 都看不到 那個恩惠 在原文那裡 有 有個恩惠的字 我很喜歡 這個恩惠 這個字 他跟他講 為何他這麼困苦 第一 因為有人想餵他 是不是 那 就是第一 第三節 就好像 煙雲 消滅 骨頭那樣 第四節 他就說 他有缺 因為吃不到 忘記吃東西了 第九節 他就 哀哭 因為流淚 對不對 第十節 他就開始 辯論 這個事件 就說 為何我又 煞起我利 為何我會跌下來 有沒有這樣想 為何我做基督徒 做了那麼多事情 又會跌下來 是不是 好 第二 就是講他 念日 是講他日子 他講他忘記 有關他的記憶 第三 忘記吃東西 有關於食物 第四 就是我們基督徒 有一個奧備 就是為何會這樣發生 我是好基督徒 來的 第三 就是他講 他的困苦 燒到他 燒了骨頭 他說他 沉迷在裡面 脫不得出來 假裝忘記吃 他哀傷 最後 就要分析 為何會有些事發生 他都很受苦 你看到他的經文 第二節 就是有日子 吉蘭的日子 第三節 就是我的年日 不單止一日 現在我的年日 那就是什麼 第八節 去到我的受的中日 不單止一日 是全日 現在早到晚 去都經過那些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些事 你經過困難的時候 他覺得很多 到很多不離 他用這段經文 他有一點特別 他用我 我這個字 超多 十五次 那麼多 包括什麼 你看到人 真的入到心 我跟他說 第一節 我的呼求 第二 第五節 這個不懂得讀 我 哀 哼 二三節 我的年日 你看到第三節 我的骨頭 是不是 第四節 我的心 第五節 我的骨頭 第五節 我的肉 周圍講很多很多很多 有時候骨頭 他就講 包括他的外在 他的結構 他的心 就是講他的內在 他的情緒 他的肉 就包括外在 和他接觸的方面 外貌 所以這個經文 就很特別 他有講他自己的外表 外在的痛苦 講他心理的痛苦 講他私人的痛苦 他痛苦到怎樣呢 他覺得自己好像是抗爺 他覺得自己好像在幫場 他覺得自己怎樣 在屋頂上 看到嗎 那幾個節 就是他自己的痛苦 他覺得自己孤單一個人 被壓苦 還有沒有人來搭救他 所以我們看到 最後呢 這節就是好市場 都困擾我 為何神呢 把我撒起來 這樣 撒起來 這樣呢 就怎樣呢 幫我 撒下去 丟下 丟下 一些經文 神呢 就兩樣呢 中間一個圖 的 即是說 為何神做A為著要B 這樣 其實原文不是這樣的 沒有中間的圖 為何A為何B 所以我就比較接受 這件事 我不是說 神呀 我太太過世 為何你給我們一段時間 為著要 撇開我們呢 現在這段時間 不是 他就說 為何我曾經又經過起 為何現在我又經過落 就是這個困苦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第一點呢 我們就說 我們要 當我們呢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沒有怕 承認自己是經過困難 還有呢 我們願意求慎 來和我們一起 引來我們的怨若 我看很多 現在看很多 《哀傷》的書 我明白多些 中國人和 我在美國21年 我明白兩個處理的方法不同 中國人就盡量沒有說 所以 盡量沒有想那些 我親戚也盡量沒有想 太太笑就行了 沒有想到她不開心的東西 這個就是 心理學來講 是一個 都是一個 一個逃避來的 但是呢 我們有一個方法 在聖經裡面 就是跟神講 我們經過的困難是如何 同神講 我們是脆弱的 所以我們看詩篇 就可以幫助我們 今天我做了一件事很特別 七點起床 通常都喜歡游泳的 游泳的時候 我就開始不開心 但是這樣都 對啊 今天講到詩篇了 所以現在開始決定 至少一個星期 就背一個經文 所以今天呢 就開始背詩篇第一章一節了 記不記得是什麼 不什麼 不什麼 不從惡人的計謀 第二呢 不錯 這麼快 不暫 罪人的道路 第三呢 不錯 涉蠻人的座位 今天我就學到這件事了 所以我要 可以讓自己不開心 但是又要跟自己講 我都要用神的華語來 再給我 依靠神 明白嗎 所以第一段就是這樣講 時間有多少 十分鐘 好 第二呢 我們要講呢 就是我們要 放棄我們 我們的愚蜜的思想 構慎 恩代我們 我們看十二到二十二節 一二起 為你又說 必傳到永遠 你可紀念的名 也傳到萬代 你必起來 淪述 案 因現在可 已經盜了 你的暴人原來 喜悅他的石頭 可憐他的塵塗 亦各敬為耶穌華的名 因爲耶穌華建造了食安 在他榮耀顯然 他誰聽 這必了世代的人記下 好 因爲他從至高的聖所誰 也說從天向 亦誰聽被扣之人的嘆息 愈釋放愈將死 使人在食安 鑽揚 在耶路撒難鑽揚 有此外難鑽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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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過世之後 我學到很多東西 很多人都想安慰我 大部分人都不懂得安慰我 包括我自己 但現在經過我明白 我第五個星期的時候 就跟我說 你應該move on 沒有生氣 你狗死了 第五個星期 move on不到 何況你妻子move on 所以就比我更加明白 困苦人為何困在那裡 釋放不了 我講了好的 我的童工是最好的 特別是普通話的 他們都講一些很適合聽 哎呀 葉牧師真的不捨得 這樣就很懶惰 你不用跟我說這麼多 他說最壞的是叫人be strong 叫人堅強 加油 他們都不喜歡聽 哎呀 真是很辛苦 這樣就行了 哎呀 真是很難 這些是最適合聽的 你加句真的這樣就行了 哎呀 真是甚麼 真是甚麼 真是甚麼就行了 千萬不要說甚麼 我明白 不要這樣明白 我說我知道就行了 兩個不同的 connotation 我知道你經過 你明白呢 你真是不明白的 不想你遇到我的情況 你才明白 明白嗎 你說我知道 所以普通話容易講些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發生的事實是甚麼 我明白就是feelix 真的你不明白的 所以 我普通話同工很好 這次是我第二次看光頭 不是看到3mm 是昨天的 因為太哀傷了 所以都 剃了它 上一次又是 剛剛喪禮之後 我就第一次看光頭 那時候都好些 6mm 現在又斷了 那 那 我一同工就跟她說 我說 我很愛上愛上 明年太太 周年紀念的時候 我看光她 我同工很厲害 我說 牧師你看光她 我跟妳看光她 哈哈 安不安慰呀 安慰呀 安慰呀 我同工 哎呀 我看見葉牧師 這麼辛苦 我自己辛苦 那我不敢哭了 因為人家真的好嗎 清白嗎 所以呢 今天 怎麼呢 就是我們要 在神面前 得到力量 我願意 跟人家一起分享 那 這段經文是很好的 因為呢 十二節開始 她開始沒有說我了 看不到她的經文怎麼發展 你首先讓人家說我我我我先 你不要這麼快說 不應該說我我我我 我們基督徒已經堅強堅強 不要這麼說 是不是 她是私人自己的 沒有啊 開始之後沒有說我了 那她就說神了 那十二節開始呢 她就說她的戀藥 和神的永恆了 好 之前呢 就說很多我啊 我的啊 很多是不是 十二到二十二節就沒有了 就說神的屬性 和神的作為了 那十二節那裡說呢 神呢 就是什麼 傳到永遠了 因為傳到永遠呢 不是時間來的 因為傳呢 就是我們時常說 神錯著在王 就是那個錯了 即時呢 不是說時間 是說去居住啊 應該有拍過關 去居所 即時不是說去長久啊 這裡說 但是神呢 這個時間呢 就是讚美神 因為神呢 因為神呢 居住在他 居住 和他一起居住 和他一起同住 他經過很困難 但是神呢 reside abite in 和他一起 同住一個屋遇那裡 即是說去和神的關係 和神在生命主宰的關係 所以呢 這裡就是說 這個傳呢 你不要想到時間 是神錯 佐著在王 佐著在王 就是說那個關係 那這裡呢 就是看到有幾個字呢 就很特別了 就是講神的憐 那些原文了 十幾節呢 十三節 看不看到啊 十二十三節 那個連率和可憐呢 有沒有看到啊 這兩個字 連率和可憐呢 這個原文呢 其實是一樣的字來的 但是呢 就翻譯到 不知道怎樣了 看上下文 但是其實呢 就是這段時間呢 我們看到神的連率 不單止那樣 十五十六節呢 他看到什麼 神的榮耀 看不看到一字呀 十五十六節 有連率兩次 有十二十三節 神的榮耀 兩次啦 那又看到神呢 的事明喔 是不是 他事明呢 就是給什麼 世世代代的 是不是 世世代代的 所以這段時間呢 都是 你說了自己之後呢 你慢慢你就看到神的 神的主宰 神的權威 神的連率 所以我經過這兩個月 我也是的 開始我寫的Journal的時候呢 都很模糊的 都不知道怎樣讚美神的 慢慢過了第五、第六個星期呢 就看到神 你知道喔 你知道神 我知道神是對我太太最好的喔 因為她再戒下去呢 她真的癱瘓 不再動得了 所以知道神 但是心情追不上喔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這個詩編就是這樣 開始去說我我我我 現在呢 她就開始明白了 她就可以讚美神了 因為時間的緣故呢 我就不想講太多了 我就是想講她的highlight了 她的highlight呢 就去到二十節那裡了 好 她的highlight呢 正說我講的前面呢 有四個恩惠嘛 是不是 但是後面呢 她不是做恩惠 她用英文字是to 即是說目的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二十節 她說讚美神 神的目的呢 就是什麼 要 看到那個要字嗎 在英文呢就是to 有四個to 她的要怎樣呢 她要誰聽被困 知人的嘆息 第二個to呢 就是要什麼 釋放將要死的人 這個是神的部分 但是人的部分呢 是什麼呢 要使人 沒有那個謠 但是英文的字就是to 看到嗎 to to什麼 傳讓耶路華的名 我們就是要傳讓 第二個to是什麼 在日二十二節 to 侍奉 to 侍奉耶路華 看到嗎 剛才開始經過四個恩惠 套她的苦水 但是現在呢 她回來回來 最後呢覺得神呢 都是值得去 神呢 其實是釋放了她的 看下一個power point 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 sorry 她又看到神的連率 是不是 那就改變她 那她可以承認主 以及consecration 就是做一個成聖的基督徒 去獻給神 那你看到 就代討 神看到的代討 然後呢就拯救她 那她可以speak 支持 support 神的聖命 還有可以侍奉神 然後神呢 就聽了去listen 那神呢 就liberate她 釋放她 那現在呢 我可以交給神呢 就是我們的忠心 和我們的愛 神呢 就連率她 寬恕她 所以我們傳藥 可以讚美她 看不看到 她苦情 困苦的時候呢 她首先 跟她的神講 她為什麼困苦 但現在她可以轉 就是跟神講 最終的目的 因為我明白 你最終的目的 就是你釋放我 你拯救我 那我呢 就可以更加 讚美你 和可以侍奉你 所以自己看到 有時候 你看到一些人 困苦的時候 你不需要跟她講 太多 那些理論的 你不應該怎樣 你不應該怎樣 不用的 那個人呢 慢慢慢慢和神的關係 看到神的榮耀 看到神的廉率 看到神的恩慈 在生命上 他們會轉的 就是這段經文的 特別的地點了 好 第三點 就是看到自己的軟弱 還有呢 看到神的信實 看到神的信實 好 我們一起讀 二十三到二十八節 一二起 我說 我的神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數 世世無窮 你要長存 不要照外 漸漸舊了 你要將天 天地就改變了 唯有你永不改變 你這年數沒虐 你博人的子孫 好 今個禮拜是第十個禮拜 太太過世了 我寫我Journal的時候 慢慢知道 好轉就是第五個禮拜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五個禮拜 我起床 我就上班 同工我都是 通常星期二多人 七八個一起吃飯 早上吃飯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說 不如我祈禱吧 我說今天 情緒好一點 我祈禱吧 好久我都沒有 在當中 都是給你們祈禱的 那我就覺得 現在我慢慢轉了 自己可以Voluntary 回來做事了 那第六個禮拜 我一早起床 有時候我都時常講 起床 我講兩句 Praise God Good morning baby 跟我老婆說 那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這麼早起床 又講 講到這兩個字 都是得勝的 讚美神 Good morning 老婆 那我就覺得 我慢慢好一點 早上下午 早上下午做事 都慢慢 再多一個禮拜 就慢慢 focus 到 第七個禮拜 那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很特別 我起床游泳的時候 然後呢 一個舊詩歌 就浮現在我的腦海 那更特別 我就可以唱完整首歌 我知道 慢慢慢慢 神神醫治我 什麼歌呢 我來看看 唱一切給我聽 我來看 三個禮拜 不想到 十分 我來看 我去看 那些什麼禮拜 都可以唱 不到 我 我做 又 我們 以后恨一生与你接近 让我众生残佛附伤 我和神主爱 让我似乎永远启 以后恨一生与你接近 永远永贵与主圣灵 让我众生残佛附你手里 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唱的 所以挺旧的 但我至少可以唱完这首歌 慢慢地医治我了 不会云上太阳那么辛苦 现在诗人就慢慢转 首先他讲我 前经都是讲我很多 但现在不是 他现在就讲你了 看不看到 我的年日一日三节 就变了你的年数 之后再延伸就是什么 世世代代 他不再看自己了 他看到神的信实是永久的 向每人和每一个世代 他现在慢慢看到 曾经他只是讲我 我的年日 我的中年 但现在慢慢看到神的计划 比下一代 这个世代 在这里的经文很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不单止看到自己 不单止看到神 他看到世代 不是单止他的世代 世世代代代 他的胸襟更加阔 这个世代 你不要看他这样 有五次的 这么多 在原文里面有这么多 在诗典里面是最多的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慢慢慢慢 向眼 向视野 就阔了 你不是看神 在一个事件里面 不是看神 信不信实在 我太太 一件事上 你可以看到世世代代 你不是看一个人的身上 你不是看一日之间的身上 你可以看到神 就是 他的信实是到永远的 不单止是你的身上 有时候我们很personal 如果神对我不好 就是全世界不好 不是这样的 神就可以藉着很多事件 祝福很多人的 所以 这件事是好 他看到 其实我们都要学习 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 有时候人生里面 很多软弱点 很多另外担心 很多缺乏 更加有很多坏事 我们要承认 好像诗人 看到自己 都不是最聪明的人 都不是最佩德 都不是最良善的人 所以 他就可以说这件事了 就是 神呢 就是怎么样 力量 他自己的力量 衰什么 衰弱 他的日子就短了 他都觉得 他承认自己都是 他经过这个时间 但他不是用一样东西 来衡量神的信实 他看到第一样的力量 就是说力度 短小就是说长度 他都承认自己力度 和强度 他都经过很多损失 但是 他坚持 而不是看他一个人 来决定 来决定 神的信实 那 最后 就是 他就看到 神的永恒 看到神的永恒 那 他 因为时间问题 我不想说那么多了 就是 最后 开始 他就是说我我我我 记不记得 他最高峰的 就是用三个 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什么呢 你的年数 你的手 和你的仆人 看不看到 最后 这个跳了 看到 最后 他说 你的年数 你的手 和你的仆人 他开始 最后一段 都讲我 开始的时候 我我我我 但开始我的时候 他我我之后 看不看到 二十三次 我的力量 我的年日 我的神 开始的时候 虽然他有我 但是呢 慢慢呢 他就转去 你了 这个呢 就是从他里面 学习到 就是学到什么呢 就是呢 就是我们 今天可以 形容的了 我们怎么形容呢 这段诗篇 就是说呢 用神的年数 神的手 和神的仆人 来帮助我们 学习 今天的经文 怎么形容呢 我们用这个左边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Supplication 这个是传统 华祈祷的方式 就是什么 赞美 我们认罪 感恩 和代讨 从这段经文 我们怎么赞美神呢 我们赞美神是永恆的 我们不是 赞美神的手 因为他的手 就是表示他的大能 是吧 我们赞美神 因为我们是仆人 即是说我们是神的产业 神不会抛弃我们的 那我们承认什么呢 我们承认自己是疲倦的 我们承认自己有软弱的 我们承认自己是不配的 所以我们还有承认什么呢 神是有主权的 是不是 神有主权在他生命上 那我们要感恩呢 感恩什么呢 神呢 又给我们的知足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不是决定人 不是衡量的人 by length of days 你有多长 by strength of days 是你有力量 是不是 我们事常说 是不是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如何 所以有时 人家说 哎呀 你太太太年轻了 有时我心很急 53岁 但我看到一些人 还年轻 十几 二十几岁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 跟人家说 我们要多一点 看出别人 我明白 知道了 多一点为你祈祷 不要说 哎呀 那些更加伤心 加害给别人 那就是什么 就是救神 感恩 神给我们力量 足够的 那 有你的仆人 即使有支持 是吧 大家都说 叶牧师你最好的 他教会有很多很多人 支持你 其实是的 所以我不会说 特别是可怜自己的 那 最后呢 我代讨了 代讨什么呢 代讨呢 神的连日 所以我们要相信 神怎么带领 我们说 一个人要离开他的忧屈 就要几样东西 第一 就是要感恩 学习感恩 第二 就是要相信 神的大力 第三 第三 都要学习 要处 都要明白神的恩慈 tender mercies 神的怜悯 你都要接受 当你经过困难的时候 不要太硬 不要做硬汉 所以 一个书 叫Kennedy Kennedy的总统 他们的家人 他们爱尔兰人 他永远 喪礼里面 就没有表情的 因为他觉得是硬汉 要打散这些灾难 所以大家不要 大家要 庄俗 不要 我们可以跟神讲 我们的苦情 第二 就是神的手 可以带给我们改变的 慢慢慢慢改变 但没有 希望我立刻改变 他说六个月到两年的时间 那些人需要慢慢改变 最后 就是我们可以祈求神给我们的机会 可以见证他 原来 我们经过困难 见证 是很powerful的 我记得我哥来探望我的时候 很辛苦 他跟我说 啊 爸爸死的时候 我哭了几个月 今天帮助到我 明白我先 你跟他说 没有没有没有用 你都跟人们分享 你的testament 是怎样的 所以我有一些教会姐妹 就跟我说 哎呀 叶牧师 我现在要听多个故事 啊 我爸死了 我十年都还在哭 我两年都还在哭 有一个宣教师 又是经过 又是家庭 吵架起来 所以大家呢 分享一个经验 分享一个testament 就可以帮到其他人 祈祷 主要我们求主 你都是继续带领我们 好比我们成为你的仆人 能够在困苦中 倚靠你 我们在困苦中 都是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祈祷 不是在困苦中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软弱 更加亲近你 主啊 或者我们都是太多 只是依靠自己 求主给我们的力量 祈祷奉不出人 所以我们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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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